我是鄭鴻怡 嘿 和你最會來開講 阿嬤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一個報道全世界 我們心裡關心天氣 因為天氣越來越暖和了 那麼根據中央氣象署 說預估未來一星期 這個溫暖如春 那下一波的封面跟冷空氣 有可能會影響到過年期間 春節前後的天氣 不過因為還有一段時間還要再觀察 那麼今天到拜日 天氣 這個氣溫都逐日的回升 還蠻溫暖的 那拜日到日 這拜日也就是2月3號到2月5號 各地都是非常舒服的天氣 沒冬 好 那 雖然天氣不錯 但是南部的空氣品質並不好 那麼今天到早上的10點 因為風的關係 這個高雄台南屏東 的空氣品質都在紅色警戒的狀態 台南 高雄的人物 大寮、修江、禅金、前鎮、周鎮、 復星、鳳山、揪陶、男子 那這樣的天氣 最主要是PM2.5 也就是系的懸浮為例 還蠻多的 所以 那為什麼 這個會 南部呢 最主要是風啊 風雄的關係 所以 吹到那裡以後 擴散的條件 不好 暗時到早上 污染物很容易累積 那所以 要這個減少在戶外的活動 特別是中背 台北股市 今天 啊 是跌的 特別股市今天 跌了85點 收盤是1080000 34點 18034 那麼 成交量是2872億 不過啊 因為 這個 聯發科要舉行法人說明會 那 啊 這個 漲得不錯 哦 漲得2%多 另外 啊 這個 齊鴻 哦 是漲停板 現在漲停板是10% 哦 齊鴻啊 的成交量 僅次於台積電 哦 成交量高達115億 一支股票而已 為什麼 因為它是美商超微 哦 的概念股 啊 雙鴻 也漲幅也很大 另外 廣達 偽創 偽影 金像電 也是 架量齐陽 哦 技嘉 台光電 都表現很好 啊 這個IC 啊 對不起 AI概念股 哦 這個三大法人啊 今天表現平平的啦 自行商買超 2.5億 投信賣超 14.7億 外資買超 15.2億 所以總共是買超 3.04億 那這個 今天台幣啊 在升值9.1分 哦 已經 匯率來到1塊美金換 31.162 啊 台北外貨市場的成交量 8.67億的美金 今天的OTC啊 涨了0.51點 相反是236.61點 那 成交量是 剛好一千億 剛好一千億 OTC的成交量 也是越來越大 哦 這要過年了 啊 這個 有可能 啊 這個 如果你怕感冒的話 應該要去打 這個 啊 疫苗 啊 有出現 一位三歲的女童 她 罹患 流行性感冒 結果 病發腦炎 啊 不幸去世 哦 那這是 啊 今年啊 最年紀最小的 流 因為流感 的死亡個案 哦 所以 家裡 是有 是大 是有小孩啊 他們的抵抗力比較弱 啊 最好還是打一下啊 哦 那但是過年的時候 有病醫你看嗎 有哦 有哦 過年的時候 我們 有157件的病醫 有開設門診 達1,165個診次 你一定想說 奇怪啊 過年 醫生館也在修困啊 齁 因為啊 疾管署 啊 這個特別啊 獎勵 在急救責任醫院 哦 歷車 哦 就是2月10號到2月12號 那麼 每天啊 急救開設兩個門診 哦 給你看看感冒哦 呼吸道傳染疾病的 特別門診 啊 那時 不是兒科的話 每個診還獎勵1萬塊 如果是兒科的話 每個診獎勵是 1萬5千塊 哦 那所以啊 有157家醫院 願意開 哦 所以 我們今天沒有醫生館 哦 查一下啦 對157家醫院查一下 那 講到錢 哦 啊 這個 現在人 啊 越活越長了 哦 那 這個 可是退休以後 啊 還有很長的時間要過 哦 退休金不夠嗎 錢要退回來 哦 那勞動部最近的調查 哦 這個 講 自己啊 已經有規劃退休生活 生活費的勞工哦 呃 高達 百分之八十七點三 自己有幾位 哦 呃 這個 呃 但是呢 其中啊 只有3.8% 齊帶 由子女來供應 哦 這個 這個 啊 有七成規劃 要勞保老年給付跟勞工退休金 還有儲蓄哦 你知道嗎 我們一直都有 啊 叫這個 勞工退休金哦 勞退就是 自己要提拨 老闆也提拨 老闆也提拨 那 國家也提拨 老保老年給付 那另外就自己要儲蓄哦 現在要扣兒子的真少了 只有3.8% 也許 兒子也有他的壓力 也許 兒子也不會扣你哦 譬如說 啊 這個養兒防老 完全 現在已經沒有了 百分之3.8而已哦 好 那 講到股市 中國現在很慘 哦 中國 1月中以來 股市跌到 啊 這個 2700點 哦 創下 45個月以來的 波段新低 幾乎是4年來最多 那麼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中國啊 傳出說 啊 要 啊 這個 啊 國家的資金要進場戶盤 哦 那有強勁的反彈到2900點 可是 啊 這個 這個禮拜到現在 兩天的時間 哦 又跌了 沒有 就是整個 最主要是經濟基本面不好 哦 那所以呢 為了挽救股市的信心 中國 國務院的副總理何立峰 說啊 要認真解決 上市公司面臨的具體困難跟問題 要幫助 啊 這個 啊 提振信心跟資本市場的穩定 那他要把推動上市公司的業績改善 跟投資意願 來修復 哦 這樣 好 我不知道以這個喊話 在我聽起來就很空洞啦 但是 啊 不曉得有多少幫助 哦 那 中國的經濟 啊 自己他們自己估是多少呢 中國 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這個啊 今天公佈了 啊 2024年中國的經濟成長 說會在 4.8 到5 之間 哦 那 那 CPI呢 也就是 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是 1 只有1 然後 生產者1% 啦 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 啊 是0.5左右 所以呢 你會知道 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通貨緊縮 應該還是存在的 哦 就大家不敢花錢 因為經濟不好嘛 啊 所以呢 那 他自己要拿到一百 那不然不知道 未來 狀況會怎麼樣 啊 啊 至於匯率 哦 中國社科院的估計是 啊 今年 2024年 上半年 哎 對美金會破 7.1 升破7.1 哦 一塊美金換 7.1塊的人民幣 那 在年底之前 會升破 7塊 就一塊美金換7塊錢 哦 會升值 人民幣會升值 好 那 另外呢 這個 啊 我們來看哦 呃 台灣的代算 刷 哦 那 啊 國際上怎麼評價 台灣這場選舉 啊 的這個過程 哦 美聯社 啊 AP啊 美聯社報導 台灣 今年 總統大選期間 成功打擊了選舉的假消息 並且維護了選舉的公正性 哦 說 今年啊 全球有 非常多的國家 哦 這個大概超過50個國家都要舉行大選 但是 台灣是民主國家的榜樣 哦 這不簡單吧 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 啊 通訊社 美聯社哦 稱讚台灣 為 啊 世界的這個國家的大選 樹立了榜樣 說我們成功打擊了假消息 而且維護了選舉的公正性 哦 呃 呃 世界都在關注台灣的大選 哦 關於選舉當天 計票舞弊的謠言 哦 雖然開始盛行 但是都沒有證據 那 這個 他說啊 而且對於這些假訊息的回應 啊 台灣政府啊 是相當迅速的 另外 事實查核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啊 也 馬上揭穿了這些謠言 哦 那中選會也馬上舉行的記者會 緩駁 關於選舉偏差的做法 哦 所以 台灣啊 是世界的榜樣 別人啊 國際 是這樣看台灣 哦 所以我覺得那些謠言不要再傳了 哦 其實也應該 啊 這個給他移送法辦 哦 因為啊 選舉啊 那是大家 不相信 那這個事情 太嚴重了 哦 不信任 是亂源啊 不信任是亂源 哦 爛啊 我感覺台灣現在沒有造票的條件 為什麼 因為 啊 這個 選舉的時候的所有人員 哦 幾乎都是 啊 中立的公務員 哦 第二個是 是 眾目睽睽 哦 呃 這個 監票人員是這麼多 唱票是這麼公開 現在是要怎麼再去做票 你如果叫他抓到做票 那不得了 你這個黨完全就垮了 哦 好 那麼 另外呢是 啊 這個新的國會 哦 這個 呃 呃 游錫坤啊 他 竟然 啊 去贊成 就是 在國會裡面的委員會 哦 只要設 單一的召 召集委員 哦 哦 那這個是 啊 黃國昌提倡的 哦 哦 今天啦 尤錫坤自己說 他說啊 啊 啊 在媒體上他被罵得很慘 哦 原因在於 他是以個人身份 表達支持單一召委制 但是呢 他既然承擔 就應該勇敢 既然負重 就需要忍辱 哦 那一公啊 呃 這個在國會採單一召委制 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法國德國日本 哦 都是這樣設計的 那他說啊 他的 這個贊成單一召委制 不代表民進黨的立場 哦 那 今天啊 這個 呃 民進黨黨團的總召 柯建明說 那是他個人意見 黨團有黨團的立場 哦 這樣 那 我的看法 是 尤錫坤你是民進黨 哦 所 提名的這個 立法院長 候選人 你怎麼可以代表個人呢 哦 黨不是要團結嗎 不是一直在講要團結嗎 第一個 第二個是如果你要主張 那你要問黨整個黨團的意見啊 哦 對不對 大家要討論過啊 哦 你有什麼單獨可以去答應呢 那以後讓你當了立法院長 你怎麼辦呢 你要站在黃國昌那邊 然後反對民進黨嗎 哦 哇 非常的不妥啦 非常的不妥哦 一個共 一個四 這個黃國昌提的這個四個改革 哦 他個人也是答應的 那你沒有個人啊 你怎麼會有個人呢 哦 就是你如果當了立法院長 你要中立是沒有錯 可是這個時候你要跟民進黨 完全站在一起啊 哦 那這樣民進黨就亂了啊 大家都有個人意見 大家都亂了啊 不是要討論完之後 那麼再來這個啊 表達整個黨的立場嗎 哦 好 那這個民眾黨的態度很重要 他的態度啊 今天已經表明了 那態度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繼續跟大家報告 休息一下 剛剛講到流行性感冒 我們也關心一下這個啊 這個COVID-19 這個疾管署今天今天說啊 上個禮拜啊 光是COVID-19死亡就新增了64個人 一個禮拜七天啊 那一天就死亡平均九個人 創下了近五個月來的新高 所以個疾管署的副署長羅毅君說啊 過年的時候 可能會再迎來一波高峰 過年大家都休息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說啊這Novavax XBB 的疫苗 現在又有十六萬五千劑到台灣了 那麼 預計 後禮拜 就會配送到各個縣市 好 鼓勵大家去打 好 好 那 這個 我們來看喔 明仔仔 明仔仔 因為今天這個民眾黨就討論了 呃 立法院長的投票意向 根據民眾黨的發言人 喔 說 今天啦 會議已經有初步結果了 明仔仔就會公佈 投票意向 喔 也會公佈黨團三長 那 啊 這個 國民黨啊 今天啊 也選出了他們立法院的黨編 喔 欸 本來啊 因為總召是 曾明中 現在總召啊 已經確定 喔 這個 由傅昆琪接任 這一位前科累累的傅昆琪接任 喔 黨團的總召 那麼 啊 另外 另外呢 立委洪孟凱 喔 接任黨團的書記長 喔 欸 我希望 他們只要在背 洪孟凱 因為這邊 在淡水拿15萬幾票 喔 聽說也有機會要選新北市長 那所以 民進黨 啊 應該要趕快規劃 那據說 啊 民眾黨是規劃由 黃國昌 選新北市長 喔 欸 另外是立法委員林思明 喔 擔任國民黨黨團的 副書記長 首席副書記長 喔 好 那 已經這個 要接黨團總召的傅昆琪 今天說 那是 啊 這個 到 立法院政府院長的時候 因為 2月1號報導 然後呢 2月1號就要選出 新任的立法院政府院長 今天已經30號 換句話說 後天喔 就要選立法院政府院長 那 贏公啊 欸 這個 啊 如果沒有出席或者跑票 喔 都會用最嚴厲的黨紀處分 而且 阿 他們要党團了 吼 主團 團進團出 去投票 好 互相見票 齦齦齦齦齦齦 vídeo 士齦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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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这个讲到国会 那国会呢 未来我看这个国民党是磨刀祸祸 怎么说 这个他们今天已经开记者会 要提案修预算法 说要终止民进党政府 大开滥用特别预算的 这个问题 那他说赵浩康说 小英政府八年提出了13次特别预算 编列了两兆4900亿 那么这个未来不可以这样 要重建财政几率 我说一下 台湾的财政几率在小英之下 是真的是很好 那这个举债的额度越来越少 因为还很多钱 这个占我们举债的额度占GDP的比率是40% 那现在对于蠻英九到37%最高 现在已经降降降降降降到三成以下 当然了 你这个你是最大的国会最大的党 那你要修预算法如果能过 大家反正协调沟通讨论 有独立 要减买OK 那另外是他们今天也说 郭敏东今天说 他们要推动恢复设立特征组 然后要依法执行死刑 立法打击诈欺枪毒的案件 这个我都同意 要设立特征组我是不同意 因为现在就有检察官 难道现在的检察官就不能办案吗 就不能查案吗 你把他骗 依静的特征组 说实在那是非常的不公正 那这个另外是说 要推动减轻司法官的工作量 维护办案品质 这我同意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法官 说实在 秋帝的案件都整个百件 说实在那个人 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体力跟精力 可以把他办好的 所以我也赞成同意降低 多录用一些司法官吧 那另外就是 这个赖清德 他说秋冬 已经有几个人参 未来要入阁 那未来入阁的这个理念啊 是民主大联盟的理念 用人为财 好 那民主大联盟 所以会请在野党的人吗 他说啊 柯建民今天说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不是联合政府 不是联合政府 所以我想啊 应该是没有国民党 这样的这个人会入阁 应该比较像什么 无党籍这样的人 大家能接受的 又专业的无党籍的人 好 那另外呢是 过年啊 有很多人要出国去玩 这个新闻啊 其实担心也没有用 那不过呢 也念给大家知道 就是美国啊 联合航空 有一架波音737-800的客机 这个昨天啊 带着166个乘客 跟7个机组员 从内华达州的 拉斯维加斯起飞 准备要背这个维吉尼亚州的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那想不到 这个驾驶舱啊 的玻璃竟然在途中破裂 背到一半说 竟然这个玻璃破裂了 驾驶舱 所以呢 后来紧急降落在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机场 那降落是顺利降落了 没有人受伤 不过这个也是让大家很吓死 吓死了 那也背到一半破裂呢 然后说啊 今年吃过到今了 波音啊 包括达美航空 就是Delta 757 在1月20号 前轮掉落 那另外是亚特拉斯 Atlas 这个航空啊 波音747的货机 在空中引擎起火 1月19号 全日空 日本的全日空 ANA ANA 波音737客机 在1月13 飞行途中 驾驶舱的窗户也是破裂 另外就是阿拉斯加航空 这大家都知道 最近 那么这个737 MAX9 这个客机啊 在高空中 那个门啊 掉落了 现在是 波音是就 就 多多 基温吗 好 那 这个 台算啊 台湾的台算 过程来内 我一直有个疑问 我在节目上曾经讲过 就是说我搞不懂 为什么 以前啊 中国的飞机战舰 一直侵扰台湾 那现在 又加了气球 好了 美国国会山庄报 的这个分析 说啊 在选举的前后 每天都有中国的气球 飞入台湾的空域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美国智库啊 兰德公司说 这是中国企图 削弱 台湾独立的 最新行动的一环 好 那 他说啊 气球是 问题 但是没有大道 需要挑起冲突 所以台湾自自不离 是聪明的 那 专家说啊 中国现在正忙着处理经济 啊 这个严重的 国内问题 所以今年啊 短期内都不可能采取 啊 对台湾的重大行动 哦 那 除非台湾宣布独立 哦 好 那 这个有关气球 还有国际的整个情势的 最新变化 啊 我们在 礼拜四 也就是2月1号 啊 有访问国策院的副院长 郭育仁教授 哦 他我讲实话 郭育仁呢 分析的非常好 对我个人来讲都吸 这个吸收很有帮助啊 那 啊 这个专家说啊 这个专家就是 啊 兰德公司的这个研究员 哦 移工啊 哎 中国可能会维持目前这样的状况一阵子 啊 因为他不想跟美国起冲突 哦 那 呃 什么叫做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说 啊 这个 飞机 啊 呃 这个军舰 哦 不断的在台湾的周围 哦 呃 侵扰 哦 那 那 气球呢 哦 他说啊 其实这气球实质上没有什么用了 哦 那他其实只是想削弱台湾独立性 啊 为什么说啊 因为说啊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可以试图挤压台湾的空域 哦 然后尽可能的模糊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界限 来塑造某一种现状 哦 让台湾跟中国之间啊 这种融合 呃 这个 呃 比较明显 哦 这样反正在制造一种 呃 两 两边啊 不再有明确界限的现状 哦 那 呃 这个 这样的目的是消磨台湾的 被中国威胁的意识 哦 好 那 你可以想见 中国可以想 可以说啊 是 啊 想方设法 他想得破的 就是啊 任何的机会 要怎么样子 呃 最后要变分台湾 哦 也可以说是想方设法 哦 让台湾 要了解 哦 连气球这种东西 哦 就想出来了 哦 好 那呃 这个 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 是不是川普出来做总统 那做总统会安装 呃 根据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政府 担任国家安全会议亚洲 啊 事务主任的麦艾文 哦 他告诉日经亚洲 他说啊 呃 在川普执政的绝大部分期间 华府最公开的秘密之一 就是川普 不关心台湾 哦 他说事实上 有传言指出 川普甚至 啊 在跟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 也这么说 哦 他曾经啊 啊 在白宫里面讲 就是说 呃 用 呃 用一张桌子比喻那是中国 用一支原子笔的一点 比喻那是台湾 哦 他说为什么 呃 美国必须要这么关 必须要这么关心台湾呢 哦 好 那呃 这个 另外 哦 乔治华盛顿大学 的教授叫沙特 他特别说 呃 现在的啊 总统拜登 曾经适度公开承诺 中国如果武力侵犯台湾 那 呃 拜登啊 要动用美军捍卫台湾 哦 他说啊 其实拜登这么说啊 对北京当局有强大的 嚇阻作用 哦 你说拜登是 啊 过去 啊 冷战最严禁的时候 到现在 那么最 啊 态度最明显的 哦 要保护台湾的 哦 那 也因为这样的态度 啊 影响了美国的盟友跟伙伴 比方说日本啊 韩国啊 特别是 菲律宾 哦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啊 他现在 很挺台湾 哦 很站在 美国的 啊 这个立场 哦 好 那 啊 因为啊 福斯新闻在访问 川普的时候 哦 他 这个 他 因为记者就问他 那如果中国无力犯台 你又是总统 那你会不喜跟中国开战 换队台湾吗 哦 他说这个我不会告诉你 哦 这我不能把想法说出来 要是我回答这个问题 会让我在交涉立场中处于劣势 哦 换句话说 也太多 跟拜登很不一样 拜登直接讲 我会 川普说我不讲 哦 然后 可是川普又骂了台湾 他说啊 台湾确实抢走了我们所有的晶片生意 以前我们自己生产晶片 现在都是台湾在制造 哦 我们早该阻止他们 早该向他们征税 哦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这个川普的态度 哦 那你看啊 小马可是 哦 这样挺台湾 哦 他在赖清德当选以后 马上啊 啊 这个自贺殿 而且写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 哦 那现在呢 因为以前的总统杜特帝 哦 现在他的女儿是副总统 所以两个家族啊 以前已经公开反目了 哦 那 哦 老共啊 这个说 呃 常态部署了战舰 哦 在台湾周边的海域 哦 常态部署 那 那 转家是说 那个目的是要阻挡美国的美军啊 接近啊 哦 那 OK 可是 呃 解放军怪怪的 哦 为什么呢 因为 因有够一个人叫 抓住了 哦 常态火箭专家 前任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兼党委副书记叫王小军 哦 被撤销了 啊 这个 他们的政协委员 哦 呃 这个撤销政协委员都表示说 你有问题了 哦 那接下来很可能就开始调查 哦 这个王小军啊 过在戏会 哦 是 啊 中国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的总指挥 哦 然后 呃 他身兼 国际太空联盟的 副主席 这够重要吧 哦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说因为贪腐 那 在王小军之前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哦 还有副总经理王长青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时泉 都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 然后 这是政协 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 的常委会 又罢免了 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正中 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总共九个将领 哦 说因为他们啊 这个采购军备啊 涉及贪污 所以到底啊 他们的火 他们的火 会贱吗 有没有战力啊 呃 按照啊 这个 美国的专家说啊 他们情报说 中国的火箭啊 哦 里面应该要装 这个燃料 液体燃料 可是想不到里面装的是水 哦 而且那个火箭发射井 敏定有一个盖子 因为你要平常要盖起来啊 要发射的时候才打开 所以那个盖子有瑕疵 哦 真正要发射打不开 怎么可能里面放水啊 我的天啊 哦 那燃料跑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不能放燃料呢 哦 用水来gate 来假装 啊真正要打仗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哦 所以啊 我相信这样的消息啊 可能不是假的啦 哦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 哦 被调查 被法办 被双规 哦 所以到对中国的贪腐有多严重 就那时候 啊 这个乌克兰 哦 的这个 现在你等于战争呢 哦 结果他们啊 光是买这个 啊 炮弹 哦 这个就 要买十万颗炮弹 啊 台币十二亿五千万 结果 哦 竟然没成算钱就去用欧役了 这也是很可恶啦 太可恶了 这个哦 因为啊子弟啊 正在为战争而 啊这个受伤死亡 想不到他们这人贪污腐败啊 好 那讲到乌克兰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秘书长叫史托腾伯格 他跑去美国访问 为什么 他要游说美国啊 要赶快支持乌克兰啊 为什么 因为他说啊 如果真正让俄罗斯贏 那这样北京啊 就会对台湾更胆大妄为啦 今天乌克兰 明天台湾啊 哦 所以啊 这个 他说啊 世界最关心 欧乌战争的可能是北京啊 哦 这样 那美国不是不援助啊 拜登编了610亿的美金要给乌克兰 哦 那很大的钱耶 哦 但是呢 共和党说 拜登你要先 啊 这个在美墨边境 那些非法移民 哦 你要先处理 哦 要改革 我们才给你 这样 那 所以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给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啊 共和党普遍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 哦 呃 异性阑珊 哦 以为怎么打了两年了 哦 也没有一个结局 啊到底要拖了多久 哦 第三个是 川普啊 他们说他上来啊 一天就可以解决俄乌战争 哦 这个让泽伦司机啊很害怕 害怕就是说 乌克兰就是要投降的意思 哦 所以 啊 俄乌的 呃 这个 动向的进展 其实是台湾 要非常关心的 哦 日本的电视台 因为我装小耳朵啊 我收不日本的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几乎天天啊 都有节目在讨论乌克兰的进展 哦 台湾反而没有 哦 好 这个刚刚啊 讲到 啊 福利宾的小马可市 哦 他开 以前的杜特地是亲中远美 现在的小马可市是亲美远中 哦 可是杜特 所以两个家族现在反目 可是 这个反目啊 哎 其实杜特地家族你也不可以小看 为什么 他的女孩现在是副总统 哦 福利宾的选戏和我们不同 他们副总统是单独选 哦 那杜特地以前就是从达沃市当市长出身的 所以啊 这个小马可市 我想啊 他的压力一定很大哦 哦 那 哎 这个 啊 国民党现在也在卸票 哦 我看朱立伦带侯友宜去宜蘭 哦 宜蘭啊 有一个国民党的政立 政立 为何说杨吉雄 哦 他开炮 他说 其实国民党这篇书是因为 啊 走了马英九路线 哦 什么要开放服帽咯 引进中国服务业咯 还要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啊 这个抢台湾人的饭碗哦 哦 他说国民党一定要甩掉 请中的帽子啊 哦 哦 立委上街政论节目也不要谈中国问题啊 立委上节目不要谈中国问题 这个做不到啦 因为你一定要谈啊 怎么可能不谈呢 哦 只是说 他们甩得掉请中的帽子吗 你 你 永韩国瑜 永傅昆奇 哦 哦 用朱立伦 用这个 啊 这个 马英九 哦 你觉得有办法甩掉请中的帽子吗 哦 赵绍康 我跟你说 那没法啦 连中国 国民党的中国都拿不掉了 你还 你们 你们的党 所有的政策 都嘛在请中哦 哦 好那 这个我们再来看哦 说起来真的哦 后天啊 就可能产生立法院长了 那这个立法院长有可能真的就是韩国瑜了 目前看起来的态势哦 因为我想了 呃 民众董 应该不会跟民进党合作啦 哦 我看他们啊 这个对民进党的仇恨蛮伤的 哦 那 呃 这个 他如果是和国民党合作 还可以分到一些东西嘛 哦 在立法院 但是你如果想到说韩国瑜哦 唱卡拉OK啦 喝酒啦 念笑话啦 膝盖走路啦 啊 以前去讲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啦 哦 实在现在感觉说 啊 他心中有浩然正气 有时候我看一 应该是一脸的酒气吧 哦 这样说要代表我们的国家 然后叫一个总招 哦 啊 这个前科累累 哦 插国票啦 哦 然后这个 啊 这个让太太做假的这个 证件哦 来 来 任用哦 这是要怎么做台 台湾的榜样呢 啊 那说今年哦 啊 佔有那么重要的位置 哦 真的是 太太害怕了 哦 好 那 另外啊 给大家共许哦 因为我们啊 国家啊 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进展的 中央研究院啊 啊 去年底成功打造了台湾 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制作的五位元超导量子电脑 哦 并且透过云端提供给计划合作者使用哦 这个对台湾的量子科技研究啊 非常具有鼓舞作用哦 呃 已经是全世界少数有办法自己研发量子电脑的国家 哦 那小英总统啊 特别到中研院去见证台湾第一部自己自己制造的量子电脑 哦 那这个啊 所以中研院长吴廖俊志啊 恭喜来哦 这个要给他记上一笔 哦 小英总统说啊 廖俊志三年前改供 说量子科技可能是晶片制造之后 各国争相发展的下一个世代的科技产业 台湾应该要加速发展量子科技 所以呢 2021年哦 就变80亿来这个提升台湾的量子科技实力哦 那今天啊 有办法做出这个量子电脑是台湾人的教号 台湾人的教号 那全世界有什么 全世界第一名是最领先的是美国 那第二 再来啊 中国 欧盟 英国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以色列 俄罗斯 瑞士也都有这样的能力 诶 你看看那几个国家啊 诶 台湾啊 了不起啊 那么量子电脑啊 它的能力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啊 的传统电脑 如果要算要算几个年的问题 量子电脑几分钟就耍了 哦 哦 那么 哦 哦 还有这个南韩德国大概也都有这样的能力 哦 自己研发自制的量子电脑 哦 那这个啊 量子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 对 AI 对金融 对生物 医学 都有重大影响 哦 科学家的看法是说 量子电脑凭借着它的运算能力 有一天 它会破解数位通讯主流的加密技术 到时候全球军事跟金融安全会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哦 包括 哎 谍报人员的情收会被暴露 企业的智慧财产权会被偷 民众的个资 啊 会被泄露 哦 所以呢 美国啦 中国的这些大国 为此进行了量子科技大战 哦 哦 这个很恐怖呢 哦 那一天什么时候要来啊 哦 他说啊 咱现在啊 呃 这个加密技术到时候都没用了 哦 那这个呃 为了大规模窃取或拿到对方的资料 哦 现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了 现在在竞争 哦 那 像美国为什么领先呢 因为北美啊 是量子运算的世界重镇 IBM Amazon Intel Google Microsoft 这些美国的公司啊 都在研发量子电脑 那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做 Atom 哦 这家啊 新创公司 Atom Computing 已经做出了 1180 1180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 哦 呃 中国也有一家新创公司叫本源量子 哦 哦 也制造出24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 哦 那明年他说可以做出1024量子的位元量子电脑 所以美国是领先的哦 可是他说啊 呃 量子电脑至少要100万个量子位元 才有商业价值 那目前各国推出的大概就是1000量子 哦 算是刚起步 哦 可是等到有一天啊 那天来的时候 那天我相信不会太晚了啦 哦 那天来的时候 就能够破解几乎所有现代的通讯的密码 夭壮 那想象有得恐怖 哦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 呃 呃 军事情报啦 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啦 啊 全世界大家的 还有这个商业机密都能够被破解 所以如果能够被破解 不曉得要怎么去防范哦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头大了 好 那啊 另外是要供给台中哦 因为33年前就几月啊 哦 那么历经啊 改限历经啊 这个预算的调整 那 中节 台中捷运的蓝线哦 行政营啊 早上已经核定了 哦 核定 那预定十年后完工 这边核定的是规划案哦 那这个 经费是一千 六百一十五亿哦 十年后完工哦 哦 这个 卢秀院长啊 感谢中央说 这个 台中市政府会积极赶快哦 早日通车哦 好 那所以这 恭喜 台中人 好 那时间到了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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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